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喵妹说电影 今天喵妹给大家分享一个职场面试的故事 终极面试 来自世界各地的八个精英男女 同时进入了一家未知名大公司的最后一轮面试 他们被带入一间近乎全封闭的房间 在考试期间只有三条规则 一,禁止与考官和警卫交谈 二,禁止无损试卷 三,禁止离开房间 只要违反其中一条规则 就会丧失考试的资格 然而当他们翻看试卷时 上面除了写着候选人的编号 其余一片空白 在众人手足无措之际 东亚女拿起笔子上面写字 结果一无损试卷被警卫带了出去 一个个性张扬的白日男子 发现只要不违反那三条规则 他们可以互相交谈,随意走动 于是他提议要共同合作 一起解决问题 剩余的亲人从外貌上被编以代号 小黑,小白,三哥,金发女,中分女,眼睛女 还有莫不作声的龙子 中分女认为试卷上已经写好了题目 只不过需要特定的条件才能看见 于是他们首先从灯光入口 透过密室里的寻常灯光 试卷仍是一张白纸 小黑猜想 也许需要用紫光或者红光才能显现 在投票后 他们决定破坏这些光源 一起用应急照明 但在燕钞一样的紫光下 试卷上依旧什么都没有 眼镜女发现 应急灯附近还有隐藏的灯带 他们便打烂应急灯光 让整个房间瞬间充满了红光 而试卷依然不为所动 未想起金发女的猜想 也可能是用来涂出问题的 小白索心拿起东洋女的试卷 涂了起来 结果也一无所获 接下来他们想到了水 有些纸经过浸润会显现文字 经过口水的一系列液体无过后 中分女在警卫身上冒出了一个打火机 于是决定引发火警气取水 不过她的身高过不着 小白很贴心地递来一张纸 中分女点燃之后 成功触犯了火警装置 然而她却发现自己的试卷不见了 这下众人才明白 小白递过去的是中分女的试卷 而由于破坏试卷 中分女被几位带了出去 接着小白又引诱笼子 撕烂的试卷一并被带走了 小黑看不过小白的阴险 一拳将她打晕在地 就在大家准备惩罚小白时 三个月提出 心计最深的应该是眼镜女 因为从之前的对话中 明显她对于这家公司的认识更深 在逼问之下 眼镜女坦白 这家公司是大名鼎点的生物制药公司 而自己是其中的一名员工 由于这个职位是CEO助理 她便希望这次往上爬 花音刚落 被绑蓝的小白出现了抽搐的症状 假不吃药 她将会有性命之忧 在搜身过程中 眼镜女发现 三个将药片藏了起来 原因是 经过且命令一番愚弄 她不愿救活小白 战志中 药片掉进了排水沟里 眼见她就要休克了 眼镜女对着摄像头求助 结果因违反规则 被警卫带离现场 新发女则取出药片 让小白吃了下去 醒来的她再次发挥阴险属性 抢向警卫的手枪 逼走了三哥和青发女 并打中了小黑 然而时间倒数完 却什么都没发生 小白反而被警卫请了出去 这时她才醒悟过来 倒数器被棱子动过手脚 实际上时间还未结束 她的大喊大叫倒数违反了 与考官交谈的规则 母外青发女没有离开 她的一只脚还停留在密室中 此时她也想起棱子的话 将地上的碎金片捡起来 看清了试卷的题目 考官离开时问的有没有问题 同时狼子慢慢的走了进来 原来她就是这家公司的CEO 而青发女也回答出了问题的答案 没有 但她拒绝入职 因为在面试过程中出了人命 这是她完全不能接受的 然而考官却解释说 那颗并不是子弹 而是公司新研发的脱效药 能治愈人体里所有的疾病 说完小黑就醒了不来 见状青发女伸出手掌 接受了这份工作 看完这部电影 妙妹真是百感交集 万万没想到 面试题目居然是一个脑筋极软弯 不过细细回想 途中金发女虽然没出什么大力气 但她沉着冷静 有良心 并且会一点小聪明 或许这就是能够胜出的原因吧 好啦 今天就说到这里啦 你的点赞和留言 就是对喵妹的最大